敲下意識錘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似乎也敲定亚洲行 那么到底有没有台湾 NBC报道 台湾行程列为站定 彭博说还没有定案 但是包含美联社在内都说 裴洛西率领的代表团 美东时间29号出发 这也是众议院在为期 一个月的八月休会期间 开会最后一天 NBC指出一名看过 出访行程表的人士透露 裴洛西将造访日本韩国台湾站定 接下来有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 外界联想时任众议院议长的金瑞契 1997年访台行程前 先到中国日本 25年前曾经来台 金瑞契在25年后批中 挺裴洛西应该访台 中国不断警告 不要挑战红线 坚决反对 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严正立场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我们也非常欢迎 佩洛西女士以个人的身份 去访问 去保导台湾进行游玩 佩洛西亚洲访问 最终是不是不管中国威胁 而列入台湾 华盛顿有报社论 劝说佩洛西不要在正式后 访问台湾等待最佳时机 华府两岸事务专家葛兰仪 也以美中可能因此爆发军事冲突为由 建议延期毕竟五角大厦都表明 已经提供安全评估 是不是要避免火花点燃 新新闻彭新一带又人报道 地监 slices 永远 非常ケ Dob